她为了满足女友的要求,扯下自己全身的皮肤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重口的罗曼蒂克爱情影片 她为我褪去皮肤 小美一直希望男友小帅和自己坦诚相见 所以她要求男友为自己褪去皮肤 小帅答应了小美的要求 晚上小美买回一块新鲜的羊肉 鲜红的肉在烤盘上滋滋响着 犹如小帅褪去皮肤的身躯 小美十分满意小帅为自己做的一切 她觉得小帅带血的肌肉十分美丽 晚上他们做了羞羞的事 她感到无比满足 这样的小帅仿佛将自己敞开给她看 她觉得他们之间更加亲密无间了 早上醒来后床上都是小帅的血 虽然每天都需要清洗和换床单 房间里也总是弥漫着小帅留下的气味 每天需要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打扫 但是小美认为相比起小帅为她做的 这些根本不算什么 脱皮后小帅总是觉得很冷 小美说幸好还没到冬天 但他们心里清楚冬天总会到来的 这种时候小美会善解人意的打开暖气 虽然她已经快被热死了 与此同时暖气账单也不会便宜 而小帅那边因为外表和顾客无法谈成生意 这时候小美会安慰她 珍重的顾客是不会在乎你的外表的 他们总会有办法的 但他们清楚再这样下去 他们的生活费用将成为难题 一天小美发现小帅将包下的皮一直珍藏在衣柜里 她心里清楚小帅对皮肤的留恋 早上清理身上的血迹时 小美扯了一下自己的皮肤 一瞬间疼痛给她带来了恐惧 晚上他们邀请了好友到家中做客 朋友们问小帅的皮肤怎么了 她会不会想念自己的皮肤 脱皮的时候疼吗 一连串的问题接踵而来 小帅会做简短的回答 但一向健谈的她变得寡言少语起来 朋友们会在不经意间露出对她的恐惧 嫌弃被她碰过之后带血的餐具 不小心碰到她的手时 还会惊恐地将杯子打翻 面对各种转变 小帅变得逐渐消沉起来 她不断地抚摸着被自己脱下的皮肤 但是她已经风干变硬了 再也没有反悔的机会了 小美看着小帅退皮前的照片 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不可挽回的错 这不是她想象的生活 晚上吃饭的时候两人一言不发 睡去的时候 小美去碰小帅却被她给避开了 但小帅还是没忍住转身面向她 小帅伸手抚摸了她的脸 随后将她身上的皮扯起来一块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至于小美到底有没有变得和小帅一样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这场看似浪漫的罗曼蒂克 最终以悲剧成为结局 在爱情里 一位付出的人更容易受到伤害 小帅为了小美不仅仅是付出了自己的皮肤 而且也变成了另一个人 这种付出影响了两人的关系 付出的一方也会想要另一方和自己一样 所以小帅最后才想要包下小美的皮 如果爱不是对等的 那她的保质期又会有多久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